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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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20日 由于连夜赶路 没能注意机油灯报警 在机油漏光之后 我的这辆二手车 在一个前不招村 后不靠地的地方 抛锚了 荒郊野里 根本无法寻求救援 能坐的只有把车挪到路旁 熬过这个夜晚 我在距离车一百多米的地方 支起了三角警示牌 还把荧光衣和头灯 安置在车尾 以给经过的司机们 尽可能多地提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站在路边 但我坐好了搭不上车的准备 出乎我的意料 不到几分钟 搭车就有了结果 虽然语言不通 但是他们选择停下来帮我 这让我瞬间感动 司机大哥取出一根旧的安全带 做拖车省用 接着他从工具包里翻出一根钢棍 穿过车沟别住了那根安全带 完成了对我车的连接 由于我的车比它的重 再加上有坡度 所以第一次没有拖动 这现在使出了所有的力量 它是清烟爆的 大哥的车就像从报废车厂里 越狱而出的一个传奇 一对音响竟然好用 载着三个孩子和一条狗 伴着快乐的音乐 大哥的自驾旅行 一定去了很多地方 司机大哥一直将我拖到 就近城市的入口处 一个旅游咨询站的旁边 在这里 我就可以找到修理厂了 素未平生 他们实心实意帮我 不图任何回报 甚至搭上了一只鞋子 好 好 好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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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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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伊诺斯艾利斯的夜晚 时速飞快 年轻的活力像一双 踩在坦克履带上的高跟鞋 棱角锐利 节奏性感 在这个老牌帝都 享受夜生活 不只是年轻人的专属 凌晨四点 布伊诺斯艾利斯的酒吧 依然有新的客人光临 而和我同年 同月同日生的埃塞 这时却已经起床 由于住在城市的郊区位置 单程的大巴需要两个小时 所以埃塞总是要在天没亮时 就准备上班 每天起床后 埃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洗茶具 和跟我们同年 同月同日生的巴西的鲁西安一样 埃塞也酷爱喝马带茶 在清净的早晨 埃塞会给自己许一次杯 这段安静的喝茶时光 是他忙碌的一天开始前 一个两泡茶的假期 和大多数上班族不同 埃塞工作在一个独立的单间里 没有窗户 没有同事 关注他的只有一个监控摄像头 每天 埃塞一个人 八小时对着电脑 做着计算机 编程的工作 在虚拟的网络中 埃塞环游世界 砌注着他的一栋栋 编码帝国 为了让我多角度拍摄 埃塞像一个黑客高手 潜入系统 把摄像头关闭了五分钟 埃塞提前在网上 订购了一场 斯卡乐队演出的票 斯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在亚买加流行起来的一种音乐 它为舞蹈而生 传递着美好快乐的生活态度 其实我和埃塞见面时 他就戴着耳机 不论是日常居家 还是上班路上 一个听斯卡音乐的耳机 是他的标配 这是一个周四的工作日 下班后 埃塞便直奔了长途车站 演出在70公里外的 另一座城市 虽然明天还要上班 但这不能阻挡埃塞 追逐SKA的脚步 演出在一家服装店举行 这和SKA音乐 发源于地下室 气质般配 墙上的海报里 可以找寻到 我所熟悉的乐队 但是 能够近距离地感受SKA 我要感谢爱塞 它是好让我们的 当然 它是好的能力 对 Rodrigo是这样的 那是人们 是 能力 当成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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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tro del recinto del recital del rec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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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我的操作 我可以做我的操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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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人一起前行的时候 我看到了阿末 一个上班路上的城市白领 停下匆匆的脚步 为路边的流浪儿买来饮料的时候 我见到了阿末 阿末也是主持人倒给自己的一杯红酒 阿末也是旅行者谈给远方的一节和弦 阿末是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 是令自己的店铺门面赏心悦目的一个习惯 阿末是让乘坐出租车的客人们开心快乐的一堆玩偶 阿末是赤脚的少年们街头追逐的一个梦想 阿末是阳光的曲谱 阿末是花朵的失航 是旅程不想回头的终极理由 阿末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